千呼萬喚,St.Vegis終於落戶香港 其實我對這間酒店本來沒什麼期望 一來看著它起的時候 見到它的外觀真是不敢恭偉 另一方面,看到它這個環境 說就是對著海景而已 但是看看這個景致 沙中線一天未起好 一天都要對著這款 你說有什麼遺憾? 不過話雖如此 為了慶祝我第一個有1000 View 的 Video 其實就是在新加坡 加上最近很多報道都在說 Drawing Room 的 Afternoon Tea 我有新鮮事卒 走去嘗嘗這地方的餡茶 究竟正不正 這間餐廳就是在酒店的二樓 入到酒店大頭 都可以看到這間酒店 是用了近年來比較流行的黑色作為主調 但是話雖如此 一開了電腦門 就可以看到這個Drawing Room 是非常開揚 給了很多自然光透進來 跟很多五星級酒店的餐廳一樣 這間餐廳的樓底是非常高 製造一個很開揚的感覺 而我坐在靠窗的位置 可以想像剛才有陽光灑進來 其實都很曬 但是不知道是不是酒店有一個智能設計 還是酒店員工都很窩心 可以自動把窗簾調下來 不用讓我曬 跟很多酒店不同 這裏的下午茶 就不是好像有三層的一個雀籠 拿給你 而是用一個餐廳的形式 鹹點選四樣 甜點選四樣 其實都是一些像其他酒店的傳統的Finger Sandwich 或者是Skone 和甜品一樣 現在看到這個餐廳 就是鹹點的餐廳 其實我就想多貪心選擇 不過選擇來選擇 就選擇這四樣 輪到甜品出場了 甜品還有畫 都是只可以選擇四樣 那當然最後出場的 就不可以缺少士乾包 茶方面我就選擇了大吉靚茶 其實餐廳還有露天的地方 不過就是被扭景包圍著 沒什麼看頭 講到這裏 你可能會問我 究竟推不推介這間餐廳的下午茶餐 那我也老實地回答你 其實服務質素方面 就算是重規重矩 食物也不算有很大的驚喜 如果我要選擇的 暫時還是想去 Grand Hyatt 那間多些 但是始終都是一間新的酒店 給點時間去run in一下 或者將來會好些呢? 就算了